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是连续的 其实你可以发现大概我们的季节的情形是越来越高 第一季比最低 然后接下来第二季比较高一点 第三季好像又会降下来一点 但是到了第三年它就开始上升 第四季再上升 然后隔一年的利润又回到最低了 你看四年这边都是下降 隔年的一月第一季都是下降 好 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更相对清楚一点 刚刚也许那张表各年利润适合给老板看 那各季利润就适合给稍微就是说 就是比如说总经理或者是经理来去观看的 那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件事 这个群组的概念 甚至我们可能可以去改成各月 就是那个一到十二月 那就是把季给关掉 然后打开月 来去看它的一个连续性 所以你就会发现七月很糟糕 对 七月 奇怪了 这个大洋洲 中亚 南亚 北亚 七月为什么特别低 对不对 好 那通常为什么会这样讲它很奇怪 是因为说它的前一个月跟后一个月的利润都还蛮高的 可是为什么直接到七月 它就降回来跟一月差不多 好 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来分析的事情 那七月 国力七月啊 对不对 好 那提供给你们参考 好 那以上 你可以透过群组再把它区分为 例如说 我们来最好是至少是看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如果你只给老板看老板日理万集 当然他可能就很单纯的只看那个各年的 好看 好omen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